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真正成熟的人都是行动派 福尔泰曾经说 人生来是为行动的 就像火总是向上腾 石头总是向下落 对于人来说 一无行动也就等于它并不存在 行动不仅为生命赋予活力和生机 更是理想和现实间的桥梁 如果你对自己臃肿的身材极度不满 就行动起来 每日坚持运动 如果你觉得自己语言表达能力差强人意 就去提升 多说多模仿 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够聪明 就去多读书 读书是治疗愚昧的良药 想要摆脱令人不满的现状 在原地打转是无济于事的 行动才是最好的良药 一 唯有行动可破焦虑 美国心理学家卡尔霍尼 在我们的内心冲突中说 我们越是勇于面对自己的冲突 并且努力寻求解决办法 就越容易获得内心的自由和更大的力量 当我们遇到内心的焦虑和冲突时 只有面对它快速行动起来 才能解决当前的困境 同时小韩作为优秀毕业生被招入学校 一入职就得到领导的重视和赞赏 工作中的小韩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 生怕出点差错 担心上课没有去卫星 担心无法有效处理学生间的争吵 担心家长不配合教学工作 各种担心和焦虑情绪像一个黑洞 包裹着它让它喘不过气 最终夜不能寐 头发大拔地掉落 即使休息两天什么事也不做 它还是觉得筋疲力尽 于是小韩走进心理诊所 滔滔不绝地向心理咨询师 西西诉说了所有的担忧 西西听完后轻柔地问了一句 那你觉得当下最应该做的事是什么 小韩愁眉苦脸地说 我现在想美美地睡一觉 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睡觉了 西西二话没说 铺开办公室的折叠床 对小韩说 好 此刻闭上你的眼睛 放下所有的担心 就只有睡觉这一件事 放下所有的包袱 小韩很快进入了梦乡 这是他几个月来睡得最舒坦的一次 等他睡醒 西西建议他专注于当下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把未来的事交给未来 再回到学校 小韩没有再逃避 担忧 而是勇敢面对 着手处理身边的一件件小事 当他开始行动起来 焦虑的情绪反而缓解了很多 自己也慢慢开始享受工作带来的成就感 王旭在《多快好审干》工作中说 如果你不行动只是害怕 永远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胜任 压力会越来越大 唯有用行动才能铲除焦虑 行动起来才是缓解焦虑的良药 二 只有行动才有收获 畅销书作家 王潇在《五种时间书》中说 建造花园者收获果实 他把人生分为五种时间 生存时间 赚钱时间 好看时间 心流时间和好玩时间 通过五种时间来建造人生的花园 但所有的时间只有通过日日行动 才能有序安排 才会收获累累硕果 孩子同学的妈妈林达 皮肤又光泽又紧致 腰线明显 优雅动人 看上去只有35岁 让我们都很羡慕 和林达聊了才知道 她其实已经近50岁 而这种看似完美的状态 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两年前 林达每天凌晨两点睡觉 上午才起床 做C不规律 暴饮暴食 身高仅160cm的她 体重一度达到145斤 疫情居家期间 林达在网上偶然刷掉一条健身视频 自此开启了她的运动之旅 她自己也没想到 一天天摇摇坚持下来 第一次居然坚持运动了35天 这给了林达极大的信心 身亡后还没有对一件事 如此认真执着过 接着她又开始了40天 50天 60天 最后坚持100天的运动 在这100天里 她怒甩25斤肥肉 看到林达的身材 身边的朋友羡慕又嫉妒 纷纷向她取经 林达确实回答了四个字 行动起来 威廉·詹姆士曾说 拨下一个行为 收获一种习惯 拨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性格 拨下一种性格 收获一种命运 行为是习惯 性格命运的开始 唯有行动 才会收获果实 三 持续行动 迈向成功 明朝学者胡居仁曾说 苟有横 又何必三更眠 五更起 最无意 莫顾于一日铺 十日寒 如果学习 或者做事有横心 何必非要半夜睡觉 天蒙蒙亮 就起床 最不好的习惯 就是一时勤奋 一时懒惰 这种间歇式努力 是不可取的 成功 来源于日复一日的行动 每天努力一点点 乘以365天 就会有很大改变 90后女孩 江孟楠在2021年 与杨振宁等人 一同熔灯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排单 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这是一个平凡女孩 不平凡的人生 半岁时 她因为肺炎 被医生勿用药物 导致重度耳聋 在人们的认知里 聋哑不分家 江孟楠却打破了魔咒 她不仅学会了说话 还考上了清华大学生物信息学的博士 小学后 为了教她说话 父母将她的手放在自己喉咙部位 让她感受声带的震动 每一个阴节重复练习上千遍 因为听不见 一个简单的瓜和花 竟要练上万次才能学会 一遍一遍反复练习 功夫不复有心人 江孟楠学会了唇语 在课堂上 她只能通过老师的口型和版书来学习知识 但她没有气馁 付出的努力是其他同学的好几十倍 小学毕业 她以全市第二名成绩进入陈州市六中 高考以615分进入吉林大学 在2018年进入清华大学读博 在这份完美答卷背后 充满了江孟楠日复一日的汗水 面对困境 她没有自怨自爱 而是迎难而上 一步步坚定地行走着 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行动 日积月累的持续行动 才是实现理想的核心力量 现在的我们是三年前行动的结果 现在的行动 也将决定三年后的我们是什么样子 下周久 在撑过去 你终将成为更好的自己中说 按照自己的节奏持续地行动 去坚持 早晚有一天 你也会成为别人羡慕的那个人 我们往往羡慕他人的优秀 却很少向前迈出一步 宁愿限于不如退而解往 真正行动起来 才是对人生对梦想最大的负责 李笑来曾说 如果想做事 就必然要行动 行动是改变自己众多方法中 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 行动起来才能远离烦恼 行动起来才会有收获 持续行动 我们才会迈向成功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 by bwd6 再见